前加州参议员夏勒博日前是正式宣布加入角逐联邦国会第39区的议员一职 夏勒博的未来证件将放在创造工作机会以及赴税减免等等工作 自从罗伊斯早前宣布放弃连任之后 该选区内的多位民主共和两党政客相继宣布加入角逐 夏勒博日前在工业市的一场记者会表示 他和罗伊斯关系相当密切 有多年的老交情 他已经准备好延续他的良好政绩 在多元选区内发挥领导才能 夏勒博表示他在未来的施政重点将放在创造工作机会 以及赴税减免等工作 夏勒博过去在沙加敏度的州议会从政12年 推动多项政策上路 除此之外因为妻子是华人 夏勒博多年来和移民社区关系良好 长期关注地方就业 税赋和交通问题 加州第39选区包括罗兰岗 钻石巴 核桃市等城市 所有参选的候选人必须在今年3月9日前提交申请 并在6月5日的初选中胜出 才有机会参与今年11月份的最终选举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